很多人都有手腳冰冷 腳麻腳痠走不遠 甚至是腳部有一些傷口 很難才癒合 這代表你的周邊血管 出現了問題 現在用儀器可以幫你檢測 你的周邊血管有沒有阻塞 現在就跟著我鏡頭 一塊去體驗了 陳醫師 我來做周邊血管檢測 就是靠這套儀器是不是 對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周邊血管檢測的儀器 但它基本上就是跟 量血壓的方式一樣 它會同時測量四肢的血壓 我們是以右手的血壓 當作基準值一 其他的肢體的血壓 跟右手去比 如果比值在0.9以下 就表示那個肢體的血管 有阻塞的一個狀況 檢測出來有問題 那我們應該尋求 怎麼樣的方式解決 基本上就表示 你有周邊動脈阻塞的疾病 那就要找心臟科或心臟外科 醫師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所以這只是一個檢測的儀器 對 這是初步篩檢的一個儀器 像什麼樣的人需要 胃與筹膜先要做這樣的檢測 比如說你有所謂的間歇性剖刑 就是你走了 可能走一段路之後 腳特別是小腿的地方 會開始痠麻 就表示你腳的血流量不夠 再更嚴重一點的病人 他就會開始有腳冰冷 然後甚至腳趾頭會發黑 然後甚至有傷口不會好 這種就要趕快回來 醫院尋求醫療協助 你有糖尿病 你有高血壓 你有動脈硬化疾病的一些病人 都可以來做這樣的篩檢 所以你周邊血管有問題 你的心臟的血管也會有問題 你的腦部的血管也會有問題 所以你一旦有這樣的疾病 你就要再更積極的去治療 你的心臟甚至你的腦部 好 那我們就開始檢測吧 好 我們現在會在四肢榜上 就是量血壓的血壓袋 然後等一下它會同時充氣 然後就會幫你測量四肢的血壓 這又是什麼 會您配上心電毒體驗 放輕鬆 過程大約會持續 1分鐘到2分鐘左右 它跟平常量血壓比較不一樣 是它同時是同時比四肢 所以要高就會同時一起高 所以它的鼻子還是固定的 睡眠不好會產生心血管疾病 因為就是一些代謝方面會有異常 這是您的檢查報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右手量出來的血壓 是123 over 74 基本上這是正常的血壓 左腳跟右手的比值是1.1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兩個數值 就都在我剛剛跟你講的 0.9到1.3的範圍內 所以表示它是一個正常的檢測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它這個是紀錄動脈流量的一個波形 可以看到這波形都是一樣的 並沒有哪一個肢體的波形是比較差 然後也可以看到 剛剛有紀錄一段心電圖 也都是正常的心率 所以這樣檢測起來 你沒有周邊動脈的一個問題 謝謝陳醫師 我嚇了一跳 經由這個周邊血管的檢測知道 我現在知道我的血管 跟我的動脈硬化程度 不是那麼嚴重 還算正常 對 還在正常範圍內 心安倫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的周邊血管的檢測報告 所幸一切都正常 如果你有出現手腳冰冷 或是腳痠腳麻毛病的話 不妨也跟我一樣做這樣的檢測 因為一旦檢測素質異常的話 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險群 有可能會導致腦中風 甚至是心肌梗塞 人體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